好了,我们在刚刚的这个位置啊,做了减针的动作啊,怎样减的呢?也就是我们每两行减一针一共减了三次啊,最初的时候我们这16针,现在你去数啊,一定是13针最后被收成了,对不对?所谓的2减1减3的意思呢,就是2就是每两行的意思啊,1就是减一针,然后3是三次的意思,所谓的每两行就是我们刚刚减的时候不是在正针的最后两行。 对不对?反面我们是没减的,按原帧数织完的,对不对?所以就是每两行的意思,你也可以理解成隔一行的意思,就是前面这个2,明白了吧?这是说我们这个位置啊,然后我们给它做了调整,从这位置往这头收针啊,最后收完针的这线条在这一侧,只有这样啊,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位置一会儿缝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圆润。 整个帽子的部分呢,也会非常的漂亮,而且整齐啊。好了,这一步完成之后呢,我们要跳过,我们要跳过中间的这个十针啊,要到另外的这一部分啊,来往返支。 刚刚呢,忘了给大家说这一部分了啊,如果刚才你在分针的时候,不是我们说的42针,你43针或者是41针,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? 你只要让两侧是均匀的啊,两侧是均匀的,一样多的,中间你是9针,10针,11针,都没关系。 但是我只是强调在这个范畴之内啊,你不能把中间留的特别的少或者特别的多,只是多一针或少一针能够,没问题。 如果太多的话就不行啊,急救了吗? 好,我们现在呢,就要进行另外一侧的这一个小部分的编织的方法啊,我们要在它的,注意看了啊,同学们,为了让它有跟这边一样的效果,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啊,记根针,记根线,我们要从反面先织,记住了吗? 从反面先织的啊,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和之前的那个位置相同的角度,所有的位置呢,都是一模一样的啊。 勾针哪儿去了? 没找到勾针,那就拿这个刃一下吧,在这儿呢。 好,这是正针的一面啊,这是正针的一面,我们要在它的后边这个位置啊,进入一下,进入了之后,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剪断的这个线头啊,看,从这儿呢,给它勾出来,勾出来之后,勾出来之后呢,我们给它记一下就行了啊。 好,记一下就足够了,由于我们是在反面这儿记的,而且要从反面这儿织,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调整过来啊,大家看我的动作,给它翻过来,大家看啊,把线才拿过来,然后这样翻,翻到反面啊,织反针的这一行。 把线,把线,针套调整好,然后呢,我们就来,继续的来编织我们的这个,啊,这一个部分啊,大家看。 纸在最后两针的时候,我们要给它,织在一起,这和之前的操作一样的啊,前边按原有的,针数来织就行了。 这个线头留在背面,没关系啊,比如说你是在那个换线,大家刚才织帽片,这18厘米的时候,可能涉及到这个,啊,两,两团线,一团线完成了,要换一团细线的这个问题啊,直接拿那个两个线头记在一起就行了,继续织,然后把线头留在织反针的这一面,就可以了啊。 最后呢,我们还会教大家收线头的,对不对? 好,我们继续啊。 啊,要留意着我们这个,反针这一面的,啊,当时留出来这个,别扣这个位置啊,大家看在这呢,对不对? 好,现在这两针,one,two,我们要给它一起织啊,一起织,横着,进针, 用反针的方式给它剪针。 看,剪完之后,它就少了,然后我们翻过来,继续到正面啊,来编织啊,正面没有任何变化,保持原有针术啊。 一样记住,我们每次的剪针只是在, 与那两针,那十针相邻的位置,才有剪针的动作啊, 边缘是没有的,记住了吗? 依然是到最后两针的时候,有剪针的动作啊。 看到了吗?one,two,好了,一起进入,进入之后,然后我们给它一起织上,剥出来,然后退下就可以了啊,这是已经进行了第二次的剪针啊, 然后再次翻过来,保持原有针术,不能减针了啊。 好,再次回到反面的时候,我们要迎来第三次剪针了。 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剪过两次了,对不对?调整好针和线。 直到最后两针的时候啊,要剪针的,所以要注意一下。 哈,说着让大家注意,我自己又忘了,看。 你看,给它退回来啊,刚刚教过大家怎么退。 看到了吗? 最后两针one,two,一起给它织上,然后绕线,剥出来就好了。 好,当完成这一次呢,也是第三次的剪针,就要完成了啊。 啊,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,这个位置啊,隔一行,剪一针,一共剪三次。 就是这个位置啊,就是这个斜斜的这个地方。 好了,我们再回到正面之后,要把它按原样织好就行了。 好,再次回到反面。 这样,依然是啊,保持原有的针数,不要做任何的增加和减少。 当我们把反面的所有针都织完之后,就该开始收针了啊,收针的动作,之前你们都了解了,对不对? 但是,我们最后会落在支正针的这一行来收针。 所以收针的方法和刚才略有差别。 你看最后一针啊,也是原样的织好。 好了,现在就要到了我们收针的环节了啊,大家看。 我们要将前两针啊,万,万,兔,好,一起进针啊。 前两针啊,你看这都很乱了。 给大家均匀的看啊,万,兔这两针啊,一起进入。 然后给它织成一针,织完这一针之后呢,套回到左针上来。 然后,一定要保持它有足够的矿量啊,然后,又凑成了两针,万,兔,好了。 再次给它进入,拨出来,这样织啊,然后有足够的矿量才行啊。 我总感觉用这种正针收针的方式啊,会比较紧。 已经发现三次了啊,就是我用同样的方法。 两侧啊,这两侧收针的位置,收反针的那一侧总是比较宽松。 但是收正针的这一侧啊,三次了都特别的紧。 所以我这次索性就把,支正针的这一侧的针套啊,给它留得更大了一些。 大家完全也可以采纳着来啊。 但是最后一针没有必要留那么的大,因为你马上就要收针了嘛。 所以,多出来这一部分,直接给它剪断就好了啊,留两三厘米就行。 然后依然是从我们这个孔洞内,把这个小小的线条给它勾出来。 好了,扣出来之后呢,稍加整理。 然后我们看一眼啊,这个边缘的部分,给它充分的拉扯。 好了,拉扯好之后呢,这样,给它扯开。 让它形成这,尤其是这位置啊,是一个圆润的效果就对了啊。 不要形成这样一个尖的啊,这不能尖着,明白了吗? 好了,下一节呢,我会教给大家中间的这十针,我们怎么操作。 你看,它已经像一个大鸟的翅膀啦。 好的,下一个视频见。